savug 我叫妙君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工作是一個 長照護理師這樣子 那這是我待會會跟大家介紹一下的內容 那請一幫有點趕 我今天 盡量講快一點 不要拖到大家的時間那樣子 那我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妙君 我是台南人 我在台南長大 在台南出生 台南長大 台南念書 那為什麼會到北部 其實是因為我叛逆期來的很晚啊 我在專科五年級畢業的時候才叛逆期 所以我就不想大家在家 我就來北部工作了這樣子 那時候被男朋友養了一陣子之後 決定 先求有再求好 先找一份工作賺錢再說 我就進到了長照領域 那後來不小心發現其實 這個工作也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不好玩 其實我還蠻快樂的在這份工作裡 所以就一路做到現在大概 五年多了 好 那在我介紹我一天的工作之前想問大家 我先跟大家講 我的公司裡面都是失智老人 都是植物人 大家覺得 這樣子的護理師 要幹嘛呢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答案 我非常喜歡 插管 但我插的管是氣切管 鼻味管 跟尿管 插澡 插澡其實是看護在做的工作 對 是 你要非常耐心的跟你的病人溝通 好有人覺得護理師一天是怎麼過的呢 量血壓呢 量血壓 偶爾大部分是看護 餵食看護 要直接吃飯 對 但我們還好啦 餵食原則上也是看護的工作 洗澡也是看護的工作 對 有人聽聽覺得護理師到底在幹嘛對不對 現在來跟大家講 護理師一天在幹嘛 我們跟醫院一樣要輪班 所以你當然要先確定一下你今天上的是什麼班 那到公司之後就準備你今天上班要用的東西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準備完之後我們就要交班 那在機構分成大交班跟小交班 大交班就是看護會跟我們護士 交班說今天這些病人發生了什麼狀況 是不是拉肚子 是不是便秘 是不是消化不好 或者是身上有什麼紅疹 或多了什麼傷口 他會藉由大交班告訴我們護理師 那再由我們護理師去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我們護理師進一步的評估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小交班 就是護理師跟護理師的交班 就是所謂的小交班 那交班之後我們就要去核對藥物 去準備病人今天要吃的藥物 那時間到了我們就會給要 那是牛奶 那給完藥之後我們就要做治療 包括剛剛有同學說到了換管 管如果有時間到了我們要去做更換的工作 那平常有一些皮膚的狀況要處理 有一些傷口要處理這樣子 那換完之後呢我們就是兩個小時都會固定去巡訪 那在這邊中間我們會跟一些住民 其實我等一下說的住民就是你們認知裡面的病人 這樣子會跟住民有一些互動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你所有的評估工作都做完之後 你就有很多的表單要寫包括 這是傷口 這是照顧日治 護理記錄 疼痛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還有更多的表單是你要去填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的工作跟醫院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這些老人都會在機構裡面住的至少7年 我有遇過20年的 所以我們必須去訓練他的功能 不能讓他很快的就退化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教他刷牙洗臉 有可能會讓他 他本來會掃地的就讓他繼續掃地 好 那認知功能訓練就是訓練他們的一些 你們平常在算的 抄課文啊 算99乘法啦 加減乘處啦 那這個部分會針對獅子老人的部分 他們就是從原本會算 就變成你看到9加3等於93 3減2等於3減2 他的失智症就會慢慢退化成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是譬如說 4乘2他就會等於6 對 他們就會這樣慢慢的退化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肢體功能訓練 就是你們要做運動嘛 他們也要做運動 我們就會給他們一些球類的運動 棒球啦 足球啦 排球 只是這顆球變成氣球 對 去訓練他們的肢體功能 然後 穿針引線啦 種花種草啦 或者是包包水餃 可以訓練他們肢體功能的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跨專業的部分 因為在機構裡面 應該知道嘛 沒有醫生 對沒有醫生 所以呢 我們只能靠著跨專業研討 每三個月一次的時候 把平常我們護理師不能解決的問題 去 欸醫生會過來 營養師會過來 營養師會過來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病人的問題給他們 請他們去幫我們做解決這樣子 那會有定時跟不定時的抽血這樣子 那在機構比較不一樣的 你看到這一櫃 都是品質管理的東西 這是其中一個櫃子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櫃子 也是這麼的滿 那在醫院他可能都是比較高階主管在做的 那在機構呢 這些東西就會分給護理長 護理師 或是一些行政人員 所以就算你只是一個小小的護理師 你都要做 那我在做的部分是疼痛控管的部分 那因為我本身是屬於 品質管理裡面的教學的部分 所以我平常要去自己做一些講義 去教服務員怎麼去照顧病人 然後避免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受傷 或者是教他們一些 照顧的儀器應該怎麼使用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老闆比較鼓勵我們去做一些 創意發表學術研究這樣子 所以我們公司的員工也會有一些 學術發表的活動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所有護理師的痛 不管在哪個單位都一樣 我不曉得大家以前在新聞有沒有聽過 六年一百二十個學分 就是你六年要修滿一百二十個學分 你才可以換護理師執照 你如果六年到了 你沒有一百二十個學分 你就不能再當護理師 你要把這個學分補滿 你才可以繼續當 可是呢 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六年一百二十個學分 一年上二十堂課就好啦 可是其實 有時候一堂課可能只有四個小時 零點五個學分 有時候你可能過了一整天 八個小時 你覺得我賺到八學分 很開心超多的耶 結果回到家網路一開 它寫著無效學分 其實在以前有很多慘痛的經驗就是 到了要換照的時候 以為自己一百二十學分滿了 結果 學分數二十 一百個學分都是沒有用的 你就不能繼續當護理師了 因為 因為 就是 他 學會認定的問題 對 這也是我們 護理師比較 討厭的一點 那 過去是五年 那現在政府比較有良心 變六年 這樣子 多了一年讓你用這樣子 那 其實在 我會喜歡這份工作 我不想要到醫院 其實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在這份工作 我可以跟病人有很多的互動 對 例如 他們會去拜拜 我們有一個宗教室 大家猜猜看 他們拜拜最常出現的願望是什麼 變聰明 雲德桑他們已經忘記自己聰不聰明這件事了 其實沒有聽過做這個願望 乖孫 誰 這也還蠻常見的 但不是第一名 媽媽有在做這個工作就是不一樣 沒有錯就是這個願望 我想要回家 我想要跟我兒子在一起 這是最常出現的願望 那 我也會跟他們玩一些小遊戲 那其實我說過 這些住民 他們都住很久 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樣 那這張照片我會拍出來 是因為 這阿嬤 平常晚上都不睡 白天就會一直說要頭痛 這阿嬤呢 非常會按摩 其實我平常肩頂痠痛的時候 也會供氣思念一下 拜託她幫我按摩 那她那天就 剛剛阿嬤一直在揉太陽穴的時候 她很不舒服 她就很 熱心的 說那我來幫你按摩 按摩完之後 那天我剛好直夜班 這阿嬤非常難得的睡了一夜的好覺 真的非常的難得 那這也是公氣思用的照片 其實我們常常呢 會早上去市場買一袋晚餐要煮的菜來 然後就叫他們幫我們挑菜 對 那其實這一方面也是生活功能的訓練 那 對 他們都很可愛 後面有些人其實很喜歡拍照 然後他們也知道現在手機功能可以修圖 可以把照片弄得很好玩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 欸 你來你來 幫我按摩 然後我幫他們拍完之後 我就會幫他們印下來 然後貼在他們的床頭 一方面可以讓他們認得自己的房間 那 一方面也增加他們生活的趣味啦 那我們有魚池 我們會帶他們去餵魚、看魚 那有一天呢 這阿嬤 心情非常的不好 我就帶她出去看魚 她就跟我說我不要 看魚很無聊 有人聽得懂 聽不懂台語的嗎? 都聽得懂 好沒關係聽得懂就好 因為原因重現比較有趣一點啦 我就帶她去看 我說我們來看魚好 她說魚有什麼好看 還沒抓一隻 我說 怎麼不抓一隻 你跳跳跳就好啊 她說不行 我說怎麼不行 那魚我在照的 跳跳就好 她說不行 警察會來抓 我說不會啊 我也不會報警 她說好啦 沒來看一隻也好 然後因為魚 我們老闆都養了好幾年 到魚池邊看一看 欸不錯喔 吃大隻喔 可以吃嗎 我問她說 欸 那金魚捏 剛好吃 我沒吃過 我就問她好不好吃 她就思考了一下 我也沒吃過 我不知道剛好吃 就是每天都有這種很有趣的對話出現啦 然後 這就是一個很愛拍照 這常常會叫我幫她照相的阿嬤 然後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尾牙的活動 節慶的表演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尾牙啦 我扮一隻小狐狸 對 那這是 就是同事的 同事的演出這樣子 然後 也是就是愛拍照的阿嬤這樣子 好 反正就是 都是一些節慶活動啦這樣子 那 我從事這份工作其實 這是我爺爺 她在我國三的時候出了車禍 那 她轉了幾次院之後呢 她到了一家 屬立台南醫院 隔壁就是我的學校 那時候每天經過我媽就跟我說 你這個人齁 我跟我們好講台 她說 你這個人齁 很平安的啦 她已經找不到路上走 不然你要靠近學校好了 有證照不怕沒工作做 我那時候其實也應付我媽 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也跟我同學約好要考一所高中了 我就跟我媽說隨便啦 到時候再說 後來呢 機測成績出來了 我就把資源卡給我媽 我說 要填什麼學校 我媽說 我不管你填什麼 反正第一次院就是台南護專就對了 所以呢 我的第一次院就 填了這所學校 等一下再按一下 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如果你要靠著這張照片去找這張學校 你可能找不到 因為我們學校已經是六七十年的老學校 所以在前一兩年有整個翻新過了 現在完全長得不一樣了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是在這間學校畢業的 那這一疊書 這一疊書 是考執照要考的書 總共五大科目 五大科目有這麼多的書要念 那其中 不包含執照不考的科目 所以其實五年 把非專業科目跟選修的科目加起來其實高更多啦 那 所有東西念完之後呢 你就要出去實習 出去實習 實習會有一年的時間 那這也是 在護專五年裡面 最多人退出護理科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每天被學姐電 每天被老師電 每天報告寫到兩三點 老師還是覺得你寫得不夠好 我們都 我們以前實習都會說 如果你的報告一次過只有一個可能性 叫做老師放棄你了 對 沒有人 在我們學校至少在我們學校是這樣子 沒有人的報告可以一次過的 被推薦三次那是基本的 推薦十次是很常見的事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這個時候會打退堂鼓 然後你在哪 我 每個科 你是說哪科嗎 我說內科 這科 這科是台南新樓醫院的婦產科 對 對 我在哪裡嗎 差很多嗎 這一個 差很多嗎 還好 還好嘛 對還好 現在變更漂亮 謝謝 我是不是應該分個糖果 這麼甜 嘴巴這麼甜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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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實習完之後呢 你所有科目都過關 沒有被盪沒有被擋修 你就可以順利畢業了 你就可以拿到 對 對 好 對我以前是短頭髮的 就拿到畢業證書 拿到畢業證書 你有了這張畢業證書 你才可以去考執照 考執照呢 聽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很難 你第一件事要拿到這張畢業證書 每個學校的畢業門檻不一樣 像我們學校 英檢中級要過 初級 初級至少初級要過 你才能畢業 那 你除了 然後畢業證書 你還要有一張 實習的實數證明書 你一年內 你要實習滿1016個學分 滿1016個學分 你才可以去考執照 那 那 及格標準 聽起來也不難 總共五大科目 你只要平均有60分 然後 哪怕你其中一科 只有一分 你都能過 只要你沒有零分 你都能過 可是呢 每年的及格率只有120%而已 好 100個可能只有10個考過 為什麼呢 因為 他一體只有0.25分 所以 每年有很多人 就差那0.25分 像我同學考了四五次 他就永遠都差那0.幾分 然後 今年我問他 你還要再考嗎 不要我放棄了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也會在 好不容易都熬過了 他最後就死在考證照這條路上這樣子 那 在 我講價值之前 可以幫我播個影片嗎 Youtube 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段影片 不是我 是想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護理師的心聲 跟護理師家屬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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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 在 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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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